剛才我們介紹的兩個單位 一個是三方單位 因為設計上沒有提供空間 那是每個儲物櫃 當然每個單位的門口都有另一個儲物櫃 如果你所指是在兩房426呎 在小一點的睡房門口的儲物櫃 就要是那類單位的間隔設計才有提供 每個門口的無線充電器是否每個單位都有 沒錯 每個單位都有提供 剛剛介紹的兩款間隔 有沒有人要全部的供應大概有多少 對 因為我們兩房也有不同類型的間隔 昨天我們剛剛公佈了我們的售樓說明書 大家看到我們兩房的面積 如果用標準層來計算 大概是由約400呎到約430呎都有 那個間隔的面積是有個比較闊一點的分佈 所以很難用一個別一個類型去做 如果用整體兩房的單位計算 是超過五成的單位 是屬於兩房的價格 這張假單會不會包含剛剛那兩個屋形 我們都是會研究資料的 有機會 好 示範單位最快 還是否也要下一個時間給我們的觀眾 好 先回答示範單位 好 其實示範單位 我們剛剛今天向各位傳媒的朋友 就開放了兩個交流標準的單位 其實我們還有一些單位 是跟合作夥伴 審視員將會開放的 我們預計明天會有另一個單位 可以開放給全媒的朋友參觀 開放給全媒的朋友參觀之後 我會看看 什麼時候開放給公眾人士 我們開放公眾給公眾人士的時間 我們期望是 我們發放了 用來收一張假單之後 才開放我們示範單位 給公眾人士參觀 而我們首張假單的發放時間 我們跟合作夥伴是相當中的 我們預計最快的機會 是本週末 或者是下週初 發放我們首張假單 公眾會有些特別的配合嗎 不同的扶款辦法 我們都是考慮之列的 我們以往經驗 我們看到同區的項目 買家是不同的人都有的 我們主要都會考慮幾個項目 因為我們項目的間隔方面 是由開放式單位到三項都有的 即是說有上車客和換樓人士都有 我們也會考慮上車客的需要 以及換樓人士的換樓需要去做 雖然現在政府在稅額方面 有調整的 但是在稅務方面 我們是一個考慮之列 會不會提供一些 幫助客人給部份的稅項 令到現金流會比較方便 這是一個考慮 其次就是關於換樓人士 以求一些上車客 現在的稅率 雖然大家也看到 那個稅率已經是暫作一個調整 好像已經接近一個尾聲了 亦都是有聲音看到 或者是有些部份分析看到 是明年已經有機會 開始去調減的機會 但是在那個息率的情況裏面 我們都會看看有沒有一些 符合辦法去提供到 可以幫助買家去置業 是便利一些的 這些都是我們考慮之列 這次的價錢會參考什麼定價 大家知道 我們項目是有鐵路團體的優勢 亦比論有交通總會 周圍域道都成熟 所以我們考慮 都是鐵路完善的項目 都會是我們的定價考慮之列 那會不會都是擔心 今年之內的樓價都不會升 而且在下降 會不會都會有些折氧在那裡 我想這個 我們等我們公佈了價單 再跟大家去公佈分析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